听着平潭 吃着糖粥 老苏州人美好的一天就这么开始了 苏州人喜好甜口 一碗糖粥就是他们难以割舍的家乡口味 这个味道真的还挺不错的 我本来以为上面这个深色的这一层会是红糖 但不是 它其实是红豆沙 特别的香甜 一碗糖粥 苏州人也能吃出别样的精致 不过对于沙配制沙奶奶来说 糖粥里的红豆沙还有着更大的用处 接下来 她要复刻再现一道鲜为人知的苏州老味道 那会是什么呢 走喽 年过古西的沙奶奶 退休已有二十多年 原本的会计工作造就了她风风火火的性格 几个月前 她托朋友制作了一味关键食材 这天刚好到了交付日期 好 到了啊 老许 奶奶 谢谢啊 没事 我先过来三个啊 不够再说 好 谢谢啊 沙奶奶 这什么呀 不告诉你 不告诉我 我们走 这神秘的罐子里装的是什么 和沙奶奶要复刻的苏州老菜肴有什么关系呢 沙奶奶说暂时保密 回到店里 沙奶奶拿出了泡水三个小时的红豆 经过两小时的小火烹煮 等红豆外皮开裂时 她拿出了一样特殊的工具 要过一下塞 要就是把粗糙的感觉把它去掉 让豆泥出来嘛 那个豆皮留在这个沙子里面 听沙奶奶说 过滤豆泥可不是随便找个筛子就能对付 只有直径一毫米的网眼才能挤出松软适度的豆泥 这是她尝试了几十种工具后得出的最佳结论 不甜 稍微有一点点的色口是吗 对对对 网筛过滤后的豆泥只是半成品 沙奶奶又支起了一口炒锅 这是要做什么呢 放猪油 猪油 为什么要放猪油 猪油因为有凝固性 还有它比较醇厚 猪油添香 白糖增味 要想成功复刻出那道苏州老菜肴 就必须先成就一锅好豆沙 不停地搅动豆泥 整个过程必须寸步不离 否则一分钟内就会糊锅 所有的豆沙都得从头再做 经过两个小时的纹火慢炒 豆沙逐渐变成凝胶状 甜香的滋味在整个房间里飘荡 香了 对 香甜又顺滑 豆沙的制作总算大功告成了 然而这还仅仅只是完成了 这道菜肴的备料工作 那这道要复刻的苏州老菜肴 究竟会是怎样的一道美食呢 莎奶奶 咱们今天要复原一道什么菜啊 肉加豆沙 我们就是把这个肥镖部分拿下来 用肥肉加豆沙 这难道不会腻吗 相比猪板油 猪背脊上的肥镖质地最为均匀 加热后不易变形 将肥肉改刀切片 是做肉加豆沙的关键步骤 切得太薄没有肉味 稍微厚一点 则会带来油腻的口感 真是失之毫厘 谬以千里 哇 这个肉片非常非常的薄 看 把糯米粉和精米粉按一比一的比例混合 是传统的苏州香粉 香粉在高温加热后 依然可以保持粘性 是给整道菜塑形的关键 沙奶奶制作的这道复刻菜肴 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讲究呢 豆沙要搓成圆子的 要搓成圆子 对 这样就可以了是吗 对 这样一个个放下去 像一颗 像一个桂圆干 对 此时从朋友那儿寻来的神秘食材 终于亮相 到底是什么呢 一直不让我打开 对 我现在可以看看吗 好 我看看 你闻一下 闻一下 哦 香吗 好像是桂花的那种味道 对 就是桂花 这是纯桂花酱吗 不是的 腌桂花一定要用我们苏州的梅子 梅子它有一个抗氧化作用 如果不放梅子呢 这个桂花就发黑了 这罐特制的桂花酱掺杂了梅肉 梅子富含果酸 中和了甜腻的滋味 更令味道调查员意想不到的是 制作桂花酱的灵感竟然来自故宫博物院 退休后的沙奶奶不知疲倦地收集传统苏州菜的零碎线索 为此 他只身前往故宫博物院求教48次 这股执念深深打动了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任洪奇教授 他亲自为沙奶奶答疑解惑 二十年间 沙奶奶总共寻回赞络民间的苏州菜单菜谱近百步 这道肉夹豆沙菜谱便是其中之一 把揉好的豆沙球依次置鱼肉片上 一撮桂花酱是化解油腻的关键所在 将肉夹豆沙裹上面糊油炸 内藤的豆沙逐渐化开 面糊逐渐变成金黄色 这道肉夹豆沙的味道究竟如何呢 这个味道太香了 外皮是那种酥软的 就是豆沙的香甜混合着这个 鸡蛋 桂花 对 还有一丝桂花的清香 好吃 点个赞 肉夹豆沙的味觉体验前所未有 妥妥地征服了味道调查员的味蕾 沙奶奶坚持不懈地搜集整理 古籍中记载的苏州菜谱 让点击里珍藏的苏州老味道重新回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